县人秋光明则是关心国小营养午餐是不是可以供应给长照站和文件站的长辈一起来食用 还有增购国小娃娃车改善东北季风阳城以及陶蒲隔垃圾掩埋场等议题 他也向县政府各单位提出了咨询 县人秋光明表示由于长子和小学所随为的餐饮相当类似 学校的营养午餐是否可以提供来照顾长者的生活 另外针对增购小学娃娃车 东北季风阳城造成新人村山岸村影响到村民的生活品质 以及陶蒲隔垃圾掩埋场议题提出独向建言 第一个因为我们每一个学校现在一个区域里面都有一个中央空厨 那如果从中央空厨那边整个把它运送到我们的据点的话 会对我们社区也好文件站也好 还有一些这个巷弄的这些长照也好会非常方便 因为每一碰到下雨天大家都会碰过 学校周边交通大堵塞 尤其下雨天 那个场景大家都非常清楚 多少会有一种小错后 假拉车摩托车都会碰在一起 所以说本期建议我们县政府 尽快能够把我们没有娃娃车的学校能够把它补齐 我能够在立屋西的南岸附近能够给它有合法的砂石场 在那边侵袭以后只要再干净的砂跟石头出来的话 第一个台九线上的污染会降低非常少 因为他们现在的输尽是整个上了车以后 就直接开到我们花蓮的某某某某的这个砂石场去 路程都是几十公里 多多少少会滴水 那一滴水 夏天天气那么好 马上就干了 车子一走就有灰尘 整个环境会被污染 因为它水车来的平凡不够 你水车再平凡还是会影响沙城的这种环境的污染 所以本席建议它如果因为能够在立屋西的南岸附近 能够建砂石场的话 那以后再出来都是干净的砂跟石头 它的垃圾掩埋场它是以掩埋为主 但是这几年它们都不掩埋 都裸露在外面 因为政府有规定它们要掩埋 县政府有强制它们掩埋 它们也不掩埋 变成109年到现在的 大概有7000吨 揉露在外面 所以说本席建议我们县政府 加强督导这7000吨的垃圾 要赶快处理 它要再到和平去处理 或者要就地掩埋 以上是今天所执行的内容 谢谢 现任修官员表示 每当秋季之际 东北季风来临 第5系的尘土沙城 就会进入新村和孙安村 大家笼罩在成土里 大大影响到村民的生活品质 也请县府建设处能够多加把劲进行改善 还给大家一个干净的家园 记得继续欢迎欢迎收到